中國突然電荒 廣東工廠開三停四 歡迎收聽新視覺聽新聞 廣東省有世界工廠之稱 缺電最為嚴重 據財新網報導 廣東省5月 出現800到1100萬千瓦的電力缺口 從5月初 廣州、深圳、佛山、東莞、惠州、珠海、中山、潮州、 汕頭、紹興、當門等地 已陸續啟動有罪用電 而且限電措施不斷升級 從每週開6停1 即開工6天、停工1天 到開5停2 現在已實施開4停3 東莞市南城街道辦事處官方微信 5月25日發布通告稱 今年全市公用電形勢嚴峻 為電源性缺電 錯風措施有可能延續到年底 嚴格落實開5停2的措施 而廣州市一家醫療器械公司 25日晚接到的新通知 要求從5月26日起 執行開4停3 公司負責人劉浩說 我們企業的生產依賴精密高端設備 都是大機場、大設備 這是人手不能代替的 若長期限電 很多企業 尤其是依賴大型設備生產的 產能肯定就跟不上來 有廣東企業主則表示 好像這樣有規律、大範圍、長時間錯風用電的情況 以前從來沒有出現過 除了廣東、雲南、廣西、浙江、山東、山西等省份 也都出現電荒 陸續發布了2021年有罪用電方案 這樣為什麼突然出現如此大範圍、電力緊張的情況呢? 外界分析認為 中共限制煤炭進口 中國國內煤炭產能減少 價格高漲 火力發電廠發電量減少 都是導致電力短缺的主要原因 由於澳洲要求調查中共病毒起源等原因 令中澳關係快速惡化 中共政府禁止從澳洲進口煤炭、鐵礦石等產品 引發中國煤炭價格大幅上漲 另外 中共對主要產煤區進行嚴格管控 導致煤炭產能大幅減少 4月初 開源證券發布了一份行業報告 指當局對產煤大省、內蒙古 嚴格執行反復倒查、煤管票的限制 以及對山西、陝西煤礦 開展安全檢查、大型排查行動 影響了煤炭產量 在大陸 煤礦經營銷售煤炭 必須取得政府出具的煤管票 壓到由政府設定 煤管票能夠有效控制煤礦的產量 例如3月份 因為煤管票的限制 內蒙古多個煤礦開始被動停產 根據中共國家統計局5月中旬發布的數據 4月份 中國生產原煤3.2億噸 同比下降1.8% 而在3月份 原煤生產已經在同比下降中 與此同時 進口煤炭也出現了下滑 3月份時下降了1.8% 4月份下降幅度更大 達到了29.8% 進口煤炭與國內煤炭產能同步減少 導致中國煤炭供應短缺 價格上漲 據財新網報導 湖南一家國有電廠表示 當前5,500大卡電煤道廠價 已經接近每噸人民幣1,000元 幾乎是近10年來的新高 數據顯示 火力發電是目前中國電力供應的主導 今年1至4月份 規模以上電廠的火力發電量 佔總發電量的74.78% 專家分析 煤炭價格飆升 擠壓了火力發電廠的利潤率 一些電廠有可能不會滿負荷發電 從而加劇電力供應的緊張程度 此外廣東電力緊張也受到雲南供電的影響 根據廣東電力市場報告 在廣東省2020年的電力供應中 省內煤電只佔36.2% 雲南輸入電佔29.6% 是廣東省第二大電源 但是今年雲南干旱小雨導致水力發電不足 截至4月底 雲南電網輸送廣東省的電量是82.44億千瓦氏 同比減少了21.23% 田西北送廣東省電量是31.2億千瓦氏 同比下降了13.62% 廣東省是中國製造業龍頭 限電措施對很多廠商造成負面影響 惠州市聚創立電子 5月24日接到有罪用電的通知 一週內有三天不能用電 為了不影響訂單交期 該公司不得不緊急租用發電機 東莞電子工廠經理Mike Wong 表示 員工在攝氏36度的高溫下工作 根本揮汗如雨 但受限於用電限制 不能開冷氣或電風扇 以免使用電超標 他說真的好擔憂 電力短缺已經讓工廠的效率下降了20%至30% 現在都不知道如何和客戶說明 訂單延遲的問題 《金融時報》6月2日報導 歐盟商會華南區主席 克魯斯珍海爾表示 該組織中大約有100家公司 受到限制用電的衝擊 如果電力短缺的問題持續惡化 恐怕會影響該地區外資的投資意願 他說 熱後開始復甦後 企業變得非常忙碌 接獲大量訂單 但現在有些工廠必須一週停工3天 相當不合理 這是需要立即解決的基礎設施問題 數據提供商IHS Market估計 廣東在7月至8月用電高峰時期 可能還會被迫制出更多的限電措施 分析認為 這個會令製造業企業 面臨產能不足 及違約等巨額損失 對中國經濟復甦 也將造成嚴重的衝擊 這次的《紳士國聽新聞》就到這裡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粵語版部分內容 已經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